今年29岁的德联盟德格林 辞职到咸风 2012年进入登币德联盟 至今一直效力于勇士队 是勇士队的防守汉奖 而勇士三次夺得得总冠军运向赫马功劳 虽说防守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脾气很奔造 极不稳重 在比赛中 格林经常对对手实施各种小动作 赵姆斯 因上这样的巨星 他都敢下手 发授外界争议 不过他不断不悔改 打比赛不顺利时 连球队的高层迪兰特 他都敢命迄 显示自讨没趣 如今的格林数据临络下降 估计要离开勇士的人 以后就是他了 连队友都不喜欢的人 别人又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 今年35岁的扎扎帕楚里亚 于2003年进入公地都流氓 先后效力于 魔术队 体力队 老人队 小营队 勇士队 以及活塞队 曾随勇士队得过两次总冠军 目前效力于活塞队 说起扎扎 很多人都叫他扎扎 球场上表现不准吗 但是对球员像黑手 他却名不虚传 多少球员因他无辜被伤 特别是2017年西部冠军 张德正的第一场比赛中 那次领先勇士25分 交交给任务德更变了一脚 直接导致西部冠军的格局 向任务德 修转了快一年才四出 整个赛季 很多人都在那勇士打球太坊 到个赛季 老爷子波波而起 估计郁闷的酒都喝不下去了 怕楚里亚有太多的黑历史 这万美人能有什么好人员吗 40岁的刘恩·阿泰斯特 于1999年纪录 恩帝都联盟 斯指小全分 曾凶害效率于步行者队 国王队 火箭队 胡云队 及伊克斯队 曾选选恩帝恩 雄云新阵容 并获得最佳防守人 并随胡云获得 恩帝恩总冠军 阿泰斯特的防守技术 确实不错 但是却被自己的大脾气毁了 既能将奥如科比 多差点压不下他 他最聪明抓住的是 手机哈登时间 差点会让哈登的NBA生涯 阿泰斯特这人 只要你敢招有他 他必须打回去 可就脾气有多大 今年已经有18岁的 丹林斯罗德买 绰号大虫 于1986年进入NBA联盟 藤河乔丹 皮棚 组成铁三角 建立辉黄鼎顶顺的功能王朝 曾连续信仰获得NBA元宝王称号 被称为最后抢篮版的 的道前分 他一声购获得五次冠军 是成员之音 格德曼是财务物 打球非常强横 在NBA球员中 他是个性十分突出的人物 他在打架方面的名气 和抢篮版的名气一样出名 是谁都敢惹得主 因为他都有的群人太多 在NBA中 大家都躲他永远的 他的人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注图片来自网络 但全群人作者所有